除了地鐵還有死命的擠上轉乘公車 或許就算自嘲是社畜 起碼有工作都還是幸運的 而在深圳的科技園區 這個指標型的企業騰訊 在去年是裁員了4335人 而創辦人馬化騰還透露 今年公司將會持續再受傷 科技公司裁員潮只是冰山一角 我們小心翼翼的直擊 這龍蛇雜褲的人力仲介市場 有人躺平等待工作 穿著就在洗手間客難洗頭 代表已經多至沒收入 官方宣傳青春逢盛世 只不過所謂的盛世之下 時薪只有二十人民幣上下 台幣九十塊都不到 二十塊多少 十二十三十八十九塊 怎麼變這麼少 現在疫情解剖蠻多的 導致的人多 應該就低了 中國大陸官方公布 十六到二十四歲的青年失業率 攀升到百分之十九點六 幾乎意味著 每五個都市青年就一人失業 沒打算回去吧 接著去別城市街看吧 深圳這邊待不下去 沒有 沒用沒用 因為產業轉型 工廠搬遷東南亞 這兩年更是一年砍掉 十萬公園 在這明碼標價壓榨到底的人肉市場 入業之後依舊嘈雜 但是多了警察拿著U型叉盾牌巡邏 因為失業者聚集 最有可能發生社會問題 深圳是許多人的夢想之地 也呈現中國大陸當前經濟 TVBS 朱光宏 陳韻文 深圳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